為什麼你每次開關之前,都要點蠟燭? 因為,蠟燭就是代表一份契約 啊?契約?是跟誰簽的契約? 是跟我們簽的契約 一份生人同死日的千年契約 引發出的年寸秘笛奇譚故事 鬼吹燈志,精絕古城 現在,精壯開闊 我和肥仔船兩個都是典型的行動派來的 一說做,我們即時就去做 既然想著要做摩金教位 那當然要做出充足的準備 無論如何,今次都絕對不會空手而回就是了 第二天,我們兩個人就已經分頭籌備了 肥仔船首先,就把所有剩下的錄音帶 全部便宜價賣出去 我就在舊科市場買些必備的工具 手電筒啦,手套啦,口罩啦,蠟燭啦,承索啦,水壺啦 最使我喜蠢望外的就是 買了兩把德國的工兵鏟 千萬不要小看這種工兵鏟 它是德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山地突擊師的必要裝備 後來,蘇聯實施大反攻的時候,矯鑊了很多 在中蘇友好的年代,有一部分就流入了中國境內 這種德國的工兵鏟非常輕便 可以摺上掛一條腰道 而且,它的槓口很豐富 不要說掘土,掘岩石,如果遇到什麼危險 拿它來跟野獸搏鬥,日廢出去 如果是人,起碼可以削了半邊頭殼下來 除了工具之外,我還用剩下的三百多元 買了很多糖果啦,果泡啦,罐頭啦,巧克力啦,茶葉之類的東西 這些東西在山裡,你真是有錢都幾乎買不到啊 剩下的錢,我就在黑市換成了全國通用的糧票 當然啦,這次我們除了回去試試做摩金教位之外 還去探一下我們已經隔了十幾年未見過的各位鄉親 他們在我們做知青的時候對我們都不知道多麼好 這次回去又怎能不帶些禮物給他們呢 經過了幾天的周居勞頓,我們終於回到了當年插隊的那條鄉村啦 老虎,哎呀,肥仔呀,你兩個壞神呀,一走就走了這麼多年都不回來探一下我們 都不知道多掛死我們咯 哎呀,黑賤,你原來做了人家的媽呀 當然啦,你兩個人呀,說走就走,多沒良心呀 難道別人等你咯 哎呀,你就不要開玩笑咯 對了,好像你爸爸呢 哎呀,你兩個壞蛋呀,認真無心肝呀 哎呀,快點快點,回來我們這裏煮 哎呀,總之這次呢,犯了就不准走的啦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對了,阿叔呀,黑賤,為何這條村少了這麼多人呢 我這樣說起來,你們就不知道咯 七六年唐山大地震,雖然來我們這裏隔了十萬八千里 但是原來,大那裡一條地震帶的喔 一陣呢,當堂將那麻口,牛心山整個震裂了 原來裏邊呀,有一座好像宮殿這麼大的古墓 我們這村呢,有些大膽的年輕人 就進去看看,有什麼好東西可以數回來咯 嘩,聽說金銀珠寶呀,管肉器都不像幾這麼多 只不過,不知為什麼,驚動了上邊政府 派了一隻考古隊進來 日考證,說這個是遼國蕭太后的寧母 即使叫大家,將那些好東西全部拿出來 被政府全部收走,一見都沒有剩下 而且,考古隊呢,還在那裡駐紮了下來 好似說,在山裏邊還有很多好東西可以慢慢滑的 於是,就將我們全的勞動力全都請去做事 一個勞動力呢,日日包食包住,還給三文雞 搞了幾年了,都還沒搞完 所以很多人,現在就天天都去那裡打工做事咯 什麼? 你說,考古隊已經把這個勞挖了幾年? 唉,我跟肥仔船兩個聽到,真是急得幾乎要吐血 為甚麼?為甚麼他們早不挖錢不挖? 偏偏我們兩個人要來做摩金教位的時候 他們在那裡挖一份才行? 是呀,沒辦法的,難道就跟公家爭生意爭地盆嗎? 不過,我想這道大型的古墓不僅是牛心山那一座的 在那裡住幾天,慢慢再找吧 喂,喂,喂,你兩個花靈啊,這次回來還帶這麼多東西 我想呢,你們肯定是有些目的的 快點說出來,看我幫不幫到手啊 大叔,這樣我就認真不客氣老實跟你說了 這兩年呢,我跟肥仔做生意都不是做得多順手 後來有個朋友勸我們,說我既然學過風水 而且呢,又做過工兵啊,不如就試一下 做一下摩金教位,就是肚豆這些勾當啦 說不定呢,還可以找到兩餐呢 怎樣啊?阿叔呀,其實除了牛心山那座古墓之外 我們山裡面,還有沒有其他的古墓群啊? 黑燕的阿爸,聽我說我們要來挖古墓 他反而一點都不覺得有意外啊 自古以來,在那些窮山闢羊的人都覺得 不,杜墓啊,本來就是一項很不錯的創修副業來的啦 所謂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如果住在窮山惡水的,這樣呢,善良些的都說去吃下古墓啦 有些,有些惡死的人啊,好像南方的雙西一帶那樣 極情就握槍搶劫,吃生人啊 深山脈林裡面,山高的黃低犬 不過,如果有些容易挖的古墓,一早都被附近的村民挖光了啦 黑燕的爸爸,認真地想了一陣子 他才說起說,很久之前,還未解放那陣子 這村呢,也都出過幾個業餘的盜墓賊 當時都不知道牛森山有這麼大的古墓 他們就去了一個傳說的地方去挖墓 結果,不知道撞到什麼,全部有去無回 黑燕的二叔,就是其中之一 這個傳說的地方,連黑燕的爸爸都只是知道大改的方位 一直自己都不敢去 你們想找古墓啊? 地殊附近,除了牛森山呢,就沒有其他地方聽說有的了 不過,故老相傳,向北邊走五日的路程 在我們中蒙邊境的黑風口,有一條野人口 聽說裡面,全部都是大金王朝那些皇宮貴族的墳墓 只不過那樹很少人煙,還有野人出沒 你這樣的地方,你們夠不夠膽去啊? 野人溝? 這個這樣的地方,我也聽過 不過,之前沒有聽說那處有古墓的 如果說以前那些業餘盜賊 在那裡撞到什麼,被人弄死了 今天什麼來弄死他們呢? 不要說我不知道,恐怕這處都沒有什麼人可以清楚得到的 嗯,深山蜜林,裡面實在有太多危險的因素 野生的猛獸,甚至是天氣的變化,都可能拿了你的命 如果你一下子自己不幸運,遇到個大煙泡的話 恐怕,恐怕這隻神仙都救你不回 所謂的大煙泡呢,就是在那些深山蜜林裡 因為那些樹葉長期堆積,又經常被雨水吐 搞搞下,就形成了在地面的一個外表看不出來的沼澤區 這些大片大片的腐爛樹葉,形成了沼澤,人如果一踩下去 如果旁邊沒有人見的話,真是死了都不知道什麼回事 但是,既然人都來到這裡,絕對就不能空手而回 黑獻的爸爸見我們態度這麼堅決 於是,就只好給了幾條鵝犬我們,讓他們帶著旁身 這處的鵝犬,就不僅是狀鵝的 在東北一帶,體型龐大的那些狗,也都叫做鵝犬 和狀鵝就不是完全一樣的 在北方草原森林生活的那些游牧民族 由於長期被狼群、黑熊這些野獸威脅 一般的獵狗,你很難對付 所以,有些人就在西藏那一樹 用養狀鵝的辦法來養出鵝犬 俗語講得好,狗狗是一無 這句話的意思不是說,狗隻狗裏面就可以養出一條鵝犬 它其實是說,一定是一條血統優良的狗那 一鬥就生出狗隻狗仔 將狗隻狗仔一出生的時候,就關在地窖裏面 不給水喝,不給食物 讓牠們為生存來自相殘散 最後,剩下的唯一的狗狗仔 將來就一定可以變成鵝了 所以,這些鵝的生性非常兇猛 三隻鵝犬就足以將一頭壯年的人紅撕成碎片 村裏面一共得三隻鵝犬 黑獻阿爸將他們全部給我們,然後呢 又跟他們推薦了一個嚮導,阿英 阿英這個女生雖然只有十九歲 但是因為她是惡倫春族人 在年輕一輩的獵人之中,沒有人可以比她更厲害更出色 她不單止在山裏面出名的神槍手 而且自小就跟著她爸爸在樹林裡面打獵 可以說,森林生存的經驗,她都不知道多麼豐富 出發之前,我又叫黑獻幫我準備了 鳥籠、糯米、黑淚體、喬滾、醋、燒酒 這些要來自邪或者到墓的時候需要的必備工具 然後一行人就向野人溝出發 雖然我之前未去過野人溝 但是我相信,憑我現在對那本十六字風水陰陽秘術的研究 野人溝沒有古墓就有自可 有古墓我肯定可以找得到的 除了書本上的知識之外 我爺胡國華以前在舊軍閥的部隊裡面 他手下的士兵都曾經參加過東陵大道孫建英他們的渡墓行動 所以經驗都不知道多麼豐富 我爺就在他們的口裡面知道了不少渡墓的知識 可不可以成功地渡到古墓? 最關鍵的就是你找不找到它? 穩墓沉越,這一門是很高深的學問 中國的幾千年歷史變更了那麼多的朝代 每一個朝代,它的寧墓建造和損位都不是那麼一樣 在巡漢時期,多數都是用複斗式的模狀 複斗就好像將糧米的斗反轉過來蓋在上面 四面起零起角,最上面是一個小小的正方蓬台 有點像埃及的金字塔 只不過中國的蓬台多了一邊 和南美發現的馬雅文明的金字塔 反而很驚人地相似 至於他們其中有什麼聯繫 這麼好人可以估計得到? 在中原文化的影響之下 好像蒙古、梅吉、套布、烏酸、淺棋等等的小數民族 都受我們中原武裝的很大影響 他的靈武格局,大家都仿佛在中原的形式 不過,這些小數民族 多數都只懂得下平常 可以說,如果一個人懂得風水 懂得看天下山川大河的墨像和風水的格局 那麼應該,就算隱藏到多深的古墓 他都可以輕而易舉地普通 而黑風口那條野人溝 以前又不叫野人溝 叫做死人溝 在古老的時候,它就叫做捧月溝 這個山溝原本就是大金國貴族的墓園 後來,蒙古大軍黑風口大破金兵 殺死的金兵施跡如山 為了省工夫 那些蒙古人就把死的金兵 一丟就丟到一條溝裡 因為死的人太多 幾乎整條山溝都被他們填滿金制 所以,後來當地人就把這裏叫做死人溝 再後來,在解放之後 有人又在這個山谷附近看見什麼野人 於是,又把他改名叫做野人溝 就算真的有野人,又為什麼這麼怕他呢? 野人多厲害,他比得上紅圈呢? 直到這陣子為止 我對這次來到道墓還充滿了信心 在阿英幫我們的探路之下 好快,我們終於來到黑風口了 這個時候,跟著下來 又要看看我的本事到底是洗不洗得 在野人溝外面 我對照著十六次陰陽風水秘術 仔細地看著山谷裏面的地形 又用羅庚便別了八卦的方位 對,找對地方 這條野人溝肯定是古墓在裡面 而且一定還是貴族的古墓 因為這樹的地勢 穩重雄雲氣吞萬丈 一邊是草原,另一邊也和大慶安寧相接 所以這裏都有些龍虎氣象 只不過,按照這處的風水格局 應該還未可以埋葬那些湖底 但是,埋葬那個繁王 或者萬湖大將軍之類的公關 這樣就長長有餘 現在,我已經定好了方位了 只要到今晚,月上中天的時候 月光就會為我們指出古墓的位置 到半夜,月上中天的時候 我看著月光 然後按照他投射的方位 拿出一個龍虎,仔細地比對 終於,我將個位確定下來 這條山谷裡可能有很多苦墓 不過,最重要地位最高的墓葬主人 只有日我 而他的墓,就在現在我站著這個地方 我算盡了方位之後 馬上插了這條木棍下去 作為記號 好,今晚我們大家都很累了 回去好好睡一覺 讓足氣力,透足精神 輕日再來挖個他 喂,老虎,你說 那些什麼魔金教位 每次進去墓墓裡 都要點蠟燭 如果蠟燭熄了,叫鬼吹燈火 喂,有沒有這麼邪? 這個鬼吹燈是魔金教位定的一種批舉 雖然有些迷信 但我想其實都不一定沒用 他規定進去墓室裡 手才點蠟燭 而且蠟燭如果認識人 就馬上走 其實說起來都有道理 首先,墓墓裡的空氣質量肯定不好 如果蠟燭就怎麼不著 那就是說,在墓墓裡 氧氣很少 反而淡氣很多 人進去說不定會中毒而死 所以這些規矩 也可以由科學的角度解釋 而且說真的 古墓既然撞得人在樹 也有什麼可能有鬼呢? 所謂鬼鬼神神這些東西都是迷信傳說 就算有,我們都不用擔心 我的衣袋裡面 裝了幾隻黑雷體 還有糯米這些東西都可以辟邪的 總之 一句說話 既然做得到斗了 你就別信邪 如果你害怕的 那你就千萬不要進去道墓 我怪不得了 我說 為什麼你刻意準備好 這麼離奇古怪的東西呢? 我還以為你真的不怕鬼 原來你自己早有準備 那那些醋、鳥籠做什麼 我剛剛要回答他 忽然之間 三頭鵝鞭 突然大聲地吠起來 聽他的吠聲非常急 似乎發生了什麼很可怕的事情 什麼事呢? 我十一聲摘起來 很快 肥仔船和阿英一起跳起來 三個人馬上上門外即限自虛 曲名劉承 地底奇痰小說 鬼取座志精絕古城 選著天下霸借 改編整理 林敬 音效合成 郭建文 陶靖氣 本集 就播講到尼佇 欲知後事如何?請繼續留意下集故事 《蠟燭》 《蠟燭》 師傅,為何你每次開關前都要點蠟燭? 因為,蠟燭就是代表一份契約 契約?是跟誰簽的契約? 是跟我們簽的契約 一份生人和死人的簽列契約 引發出的連串對底其他故事 鬼吹燭治,征絕古城 現在,征狀開口 《蠟燭》 在夜人口裡,我一邊用羅庚在仔細地計算方位 尋找古墓的位置 一邊就和肥仔船準備跟他講下有關道墓的一些常識 畢竟,很快,我們就要急當刀斗 他了解多些有關道墓的規矩 始終有多些好處 這個時候,我們的嚮導阿英正在準備煮晚飯 連就在這個時候 忽然之間,聽到外面的山坡 傳來一陣陣蠟燭的狂吠 咖怎麼探請 什麼事呀,那些牛肉吹那麼大聲 不用問,肯定這件事 阿英驚叫了腔,她當先衝出去 我在肥仔船견的人互相對望了眼 直接就會跟她在身後一起向融地外往跑去 今 Federation 到頭,我帶的氣 señ雖然比較多 但是大部分都已經混入了營地裏面,外邊除了要來運貨的鯉馬和三頭鵬犬之外, 再沒有什麼,是什麼事會引到鵬犬吹得這麼大聲, 是野獸來襲擊,這處有三頭鵬犬在這裏,就算是那些人熊, 他也沒理由這麼大膽,夠膽來寫麻煩,今天什麼,今天什麼, 引到野狗和鵬犬一起亂叫呢? 哎呀,你們看, 上次阿英手指的方向,我和肥仔定眼一看, 一模月淋淋的場景,即時採陷在我們面前, 要來拖運貨物的那批鯉馬,原本都綁在樹上, 已經不知道被什麼猛手襲擊,或者咬過, 整個肚子都穿了,那些腸啊,內臟啊,流到一地都是, 那批鯉馬,還沒完全喘氣,還躺在地上,不斷地走速, 那批鯉馬,實在無命啊! 那批鯉馬,就圍著在那裡狂叫,似乎剛才剛剛見到什麼很可怕的事物感到, 那批鯉馬之中,通滿了不安。 喂,這批鯉馬,為什麼,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呢? 不是,不是和那些狗打架,給個幾頭鵝鯉,試開肚子嗎? 啊,不會的,你亂說吧,馬和狗都不知道幾老友的, 這批馬的肚子,又怎麼會那些狗咬開呢? 那你是什麼野獸? 那為什麼,有情三頭無犬,躲在他身邊, 那麼都捉不到這隻野獸呢? 我們三個人不約同地,一起轉了個圈, 四邊四邊都磨過了, 除了被夜風吹到煞煞聲的樹葉聲之外, 哪有什麼野獸蹤影呢? 什麼都沒有,你看,附近,附近連野獸的腳印都沒有, 難道,難道這些野獸是天上飛下來的? 但是沒有理由的,就算是天上那些狗咬, 或者是那些厲害的飛鷹, 也沒有理由找到馬的肚子嘛 我,我知道了,這次叫做野人溝, 你們說,會不會… 是那些…是野人做的啦! 阿英雖然是個老烈人, 但是不僅都是女孩子, 一說起,好像野人鬼怪, 這些事情,是女孩子都會忍不住有些害怕, 我就算無法仔細地忍住, 沒理由, 就算這裡真的有野人, 難道那些野人又真的有這麼大力, 用手就可以撕開一個碼頭? 如果,他們用工具,刀、劍、 那些馬,又或者其他,這些尖獄的力氣, 不,懂得用這些東西的, 那他就怕自己人啦! 但是…但是你看看, 躲著周圍,又沒有什麼其他野獸的腳忍, 那…那匹馬的肚子, 怎麼會…怎麼會被人撕開了呢? 那些內臟,還要整地… 你們看…你們看… 剛才我們明明看到嗎? 那匹馬的內臟, 全地都是這樣, 為什麼…為什麼現在… 為什麼現在… 不見了嗎? 他們…去了哪裡… 我和肥仔聽到阿仙這樣叫, 都即時定神看一看, 是呀! 剛才…剛剛趕到來的時候, 在那匹馬的肚子裡, 流出來的腸和其他內臟, 微微是掉在地下的雪散開了, 為什麼現在這樣不見了呢? 我和肥仔船長的人, 非快地對目了銀, 就因著, 一切靈住在那匹馬圖下面, 既然… 這匹馬的肚子, 不會是天上的飛鋒撕開, 也沒有陸地上走過的野獸的痕跡, 那… 在現在那匹馬圖達到的地下, 地下那處有景觀, 我和肥仔船兩個, 捏手捏腳地, 來到那匹馬的屍體旁邊, 就躲在這個地洞裡頭, 剛才他一抓, 就已經抓了馬圖, 跟著就趁著我們不為意, 在我們眼皮底下, 將那匹馬的內臟, 全部撤在地洞裡, 那三隻蟲蟹, 顯然也發覺了動靜, 但是… 那匹馬, 一份份躲在地下的時候, 剛剛好, 就遮住了這個洞口, 而且濃烈的血聲氣, 也都可能掩蓋了那隻野獸的氣味, 使得幾隻狼犬, 根本沒有辦法找到他的忠情, 沒錯, 一定是這樣, 我打著手電筒, 向裡面照了一下, 黑麻麻, 都不知道多深, 但是, 憑我做了幾年工程兵的經驗, 我可以斷定, 這個洞, 絕對不是人畫出來, 而是某種, 我不知道是什麼的動物, 用前肘畫出來的, 但是這種動物, 他對肘一定非常風利, 因為他不單止, 可以畫出一個這麼大的洞, 而且, 還可以一下子, 撕爛了一匹矮馬的土, 那這種, 究竟是什麼動物呢? 我真是想也想不出, 不要說我了, 當我將這個想法講出來之後, 在原始森林, 生過了整二十幾年, 打獵已經打到不知鬼那麼厲害的精子, 也都想不起, 究竟有一種什麼的動物, 可以這麼厲害? 但是這種這麼空險的動物, 既然他畫得地動, 這樣就不止一個出口, 看來, 這條野人溝, 雖然風景很美, 但是, 實質上, 真是暗藏殺機, 我忽然想起, 可怕, 黑暗爬爬說過, 說幾十年前, 有一對盜冒賊來個野人溝, 然後就有來無回, 那他們, 会不会也碰到这种凶残的怪兽呢? 看来这条野人沟真的不移久留 既然我已经按照风水书里面讲的办法 用罗庚确定这条野人沟 最尊贵身份的那种沐浴的方位 那我不如就连夜出击 早点做完事就可以早点回去 于是我和阿英商量一下 决定并分两路同事行动 我和肥仔船两个人即时开工 马上着手到目 而阿英就带上那三头猫犬 在附近再守折一番 看看能不能够找到这只杀击我们的怪兽 而家伙就算他多厉害都好 都不可以和三只猫犬一齐相比划 与其消极防御 还不如主动出击 如果边边有情况发生 大家就广场通知 另一边就马上赶到资源 在阿英带着的猫犬 向外面巡逻之后 我和肥仔船两个人 就飞舞攻兵陈 按照我拆算令的方位 开始挖挖起上来 糟了 你猜我们现在算不算加入了魔金牌 那你就要看看 你会不会懂魔金牌的本事 你现在得铺牛力的不停挖 那怎么算是魔金教位 按照这个魔金门派 入到墓室里面 还要守很多的规矩 还有 也都要学回相当多的本事 人家才可以承认 你是个魔金教位 杜姆就杜姆 还要讲这么多规矩 你如果真的不想 只做个傻子 那我跟你说一下 其实 我们中国最早记载的 杜姆事件 大约发生在三千多年前 是在三皇五帝 夏侯商周的周朝时候 周朝 亦都分为东周西周 也就是风神展示里面 凤鸣山 姜太公他们辅助的那个皇朝 有着八百多年的历史 在那个时代里面 一共记载了两次的重大杜姆事件 一次 就是周丘王的墓比一度 一次就是商汤的墓被人堵 在周丘王的墓室里面 那些杜姆策看到 有两具全身赤裸 但是呢 那么多年 他自然许许如生的青年男女的尸体 吓得那些痛武策 走甲不透 而在商汤黄的墓室里面 就发现了一大块乌龟壳 上面刻满了甲骨文 甲骨文就这样发现 哎呀老虎 这阵子 不要跟我上历史货主 我只想八卦一下 你说 摩金派里面 说那些什么人点竹 跪吹灯 如果入到墓室里面 就要点支蜡烛 去同那墓主讲授 蜡烛不识 就是说里面的东西可以拿得 蜡烛识了 这样就不拿得 喂 你说这条规矩 是他们专专弄来 整色整水 吓人的呢 亦说 亦说真有其事 是不是真的要 要跟墓墓的主人讲授呢 这条摩金派的门规 我以前听我以前讲过 我想摩金派的这条规矩 它又不是全部都是迷信 应该是一定作用的 你想想 但是 墓室里面 封闭了这么久 空气的质量一定非常不好 如果进去之后 那些蜡烛点不着 那就是说 空气里面 氧气的成分很少 甚至还有很多毒气 那如果人在里面 留得时间久了 吸了这些有毒的空气 说不定 你就会中毒死的了 所以点蜡烛 亦都有监测一下 这个墓室里面 究竟这空气的情形是怎么 这个功效的 它又不一定说 墓室里面肯定有鬼的 所谓说 要跟墓主讲授 你们肯定迷信的传选 就算真的有 我都不担心 我听阿爷说过 鬼最怕的是那些黑雷体 我不单是叫黑雷体 给我准备了一整整个黑雷体 还有糯米等等 这些都可以自邪辟邪的 哎呀 你这个老虎 说不信不信 原来弄了这么多东西 喂 老虎 下面好像挖到硬东西 那些黑雷体 听肥仔船这样说 我即时 用手 在下面 榨了泥土 上来 用舌头 舌头 舌头 有点甜甜的 哦 没错 没错 我们已经挖到封土堆 下面 再过四米 就是这个坟墓的墓室 哎呀 不不不不 敢意挖得到 哎呀 快点动手 哎呀 你小心点 你以为那些古墓 都是这么容易倒的 这个古墓 应该有防盗机关 什么 机关 没错 靠近墓室的时候 就一定要小心 我听阿爷说过 北宋 和辽国 金国的时期 这个时候 那些贵族古墓 已经比唐代的古墓 又先进了些 唐朝的时候 那些古墓 最多都是石头 或者弩战 这些机关 但是北宋时候 防盗的技术 已经是非常之成熟 尤其那些贵族的墓月 虽然 比不上那些皇帝墓 这么大工程 動用的人力也有限 但是 里面的机关 一点都不惹小 如果不是的话 亦都配不上这些风水堡地 按照这里的风水格局 我们现在挖的是一个金国的将军墓 在此时的古墓 最流行的防盗技术 就是 天保龙火楼梨顶 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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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什么顶 這種琉璃頂的工藝很先進,它的墓室中間是滑空了,在它的頂旁那裏先鋪了一層很薄的琉璃瓦,在琉璃瓦上面裝滿了一袋袋西域的火油,也就是其實是石油的原油,接著在袋火油的上面又蓋多一層琉璃瓦, 最後才是封土堆,如果有人盜墓在外面刮下來,刮穿了那些琉璃瓦,這樣那些西域火油一接觸到空氣,馬上就會點著,這把火一燒,即刻就將整個墓室裏面所有的屍體、陪葬品全部都先到請幫, 那麼杜墓的人,就什麼都得不到,嘩,這麼厲害,那麼我們怎麼會白來一桶? 這種防盜手法,它都還是比較消極的,是想著如果被人刮到進來了,那冒主就索性跟你拼個同歸於盡,總之寧願自己的屍骨燒成灰盡,套不給那些杜墓賊拿到便宜。 但是這種同歸於盡的機關,可能有很多貴族都接受不到,所以在北宋和遼國金國時期流行過一陣,後來出現了更加先進的機關,這種龍火流離頂,即時無人再用。 但是,以我剛才看到的格局,我估計,這座墓裏面那個金國的將軍或者丞相,肯定是有用這種機關的。 啊,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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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整層的琉璃瓦都是扑在墓室頂, 但是如果我們打側掘, 不是在頂上入, 而是在墓壁旁邊挖個洞, 我們便可以避開上面的琉璃瓦的機關頂, 平平安安地入到去, 你這個老虎, 真不愧上個戰場的路兵, 果然想到幾條屎橋, 好, 我們大家快動手, 爭取天光之前, 我們來一部古墓自在遊, 就在肥仔船很興奮地舉起弓兵鎮, 又要開始挖掘的時候, 突然在樹林裏面傳來的, 我心裡邊同時亦都想起了個這樣的念頭, 所以兩個人亦都沒辦法再理個古墓, 轉身, 非快地, 就向著樹林的方向一路直跑過去, 跑了一陣, 我們又聽到, 我幾頭鵬犬, 大聲的笨叫, 阿英, 阿英妹妹, 你是誰呀? 阿英, 發生甚麼事呀? 為甚麼開槍呀? 你們快點過來吧, 你們快點過來吧, 好多人害怕, 好多人害怕呀! 阿英雖然是個女孩子人家, 但是, 她早就已經是森林裏面一個老獵手, 聽說嘛, 她連老虎都打死過, 在這座森林裏面, 究竟還有甚麼, 是令她覺得那麼驚的呢? 聽到阿英這幾聲在遠處的呼喊, 我和地仔船兩個人, 都不如將對抹眼, 大家的認識同時都變一變, 不由此處, 我們的緊握手裡面的工兵產, 非快地, 就向著阿英喊聲發出的方向, 跑過去, 阿英, 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你見到甚麼? 是呀, 阿英, 人還是鬼呀? 我猜, 甚麼鬼鬼聲, 還說這些東西? 你是不是嫌我不夠怕呀? 你們快點來吧, 你們快點來吧! 我在前面沒有幾圈的地方, 發現了一個人手搭的窩棒, 這個地方, 本來, 本來從來都沒有被人敢進來的, 但是, 但是, 但是那個窩瓣, 那個窩瓣裡面, 裡面居然… 裡面居然有甚麼? 阿英, 你快點說吧! 是呀, 窩窩瓣究竟, 究竟有甚麼呀? 地底奇談小說, 鬼吹凳智精絕古城, 原著天下罷唱, 改編整理, 林敬, 音效合成, 郭建文, 陶正希, 本集就播講到尼書, 若之後事如何, 請繼續留意下集故事。 師父, 怎麼你每次開關之前, 都要點蠟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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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蠟燭, 就是代表一份契藥。 啥?契藥? 是跟誰簽的契藥呀? 是跟我們簽的契藥呀? 一份生人同死日的千年契藥, 引發出的連串對底奇談故事, 鬼吹凳智精絕古城, 現在正在開關。 我和肥仔船兩個跑過去, 看見阿英嚇到魚, 無論如何, 似著黑暗的前方說, 在前面沒有多遠的地方, 居然被他發現了一個人工的窩棒, 他變成居然, 居然。 連續說了幾個居然之後, 一刻都幾乎說不下去了。 什麼? 這個既神秘又詭異, 甚至連住在附近的村民都不敢輕易進來的野人溝, 居然有個人手搭的窩棒, 裡面居然是居然是誰, 雖然是誰。 雖然是誰, 雖然是誰, 我和肥仔船兩個人的心都緊張得, 快要在喉嚨裡跳出來一樣。 野人溝裡面, 居然有人住在那裡, 那他們說野人呢? 還是幾十年的動武賊? 阿英, 我到底有甚麼, 快點說,快點說。 有,有,有,有几个死人,被他吓得我,一听到死人,我们两个人本来几乎要跳出来喉咙定心,杀时间定了不少,哎呀,死人而已,难道你还怕他翻身来咬你吗,这样也很害怕的, 不过,哎呀,我们两个大男人就说,阿英的北京是个女孩来的嘛,别看他已经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猎人,可能对着你生勾勾的猛兽他不害怕,不过死尸这些东西,女孩始终都容易害怕些的, 我跟着他指的方向,和肥仔船两个人,爬入了前面的一个窝棚,里面除了有野兽皮之外,在角落头的树,分着三具的尸体, 你几条尸,已经腐烂到,几乎只剩下了一棵骨在树,在他们烂静的眼眶和鼻孔的树,还不时有些尸丛和矮在那里爬出爬入, 诶,老猎啊,我说为什么进来这条野人沟,看不到野人呢?原来啊,全部都露射在这儿了,我看他们未知是野人了, 你看下,他们的衣服都烂得了,野人在边上找衣服来穿啊,而且我觉得,他们的服装好像很熟面口那样的, 诶,这些似乎是军服,而且,而且好像是以前的抗战片里面,看过的那些日本仔穿过军服那样的 诶,喂,白小子,你看下,这个人还背着一把日本刀,啊,这把刀还几美夏天的,白鸡鸡鸡,你说,我拿着这把刀, 诶,似不似以前看的那些抗战片里面,那些日本仔的指挥官啊? 诶,日本仔的指挥官?诶,难道这几个真是那些日本鬼来的? 诶,不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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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鬼啊,投降之后,投降了的军队都全部翻扯了吗? 诶,难道他们,难道他们没有扯到? 诶,你这个肥仔船肯定是上历史堂的时候,整天都睁眼睡, 诶,不要浪败我那么多,快点说一下,究竟是什么回事? 诶,我们这里已经靠近了蒙古和我们之间的边境,当然,日本仔在无条件投降的前夕, 诶,苏联的大军就是南下进攻,驻扎在中国东北的班冬军, 诶,你知,号称是日本最精锐的百万班冬军,打到土崩瓦解, 听说有些日本鬼,被人打散了之后,就躲进来原始森林这处, 可能,他们一直都不敢出去,又和外奸失去了联络, 不知道日本已经战败投降了,所以就一直躲在森林里面,直到老死咯。 这些日本鬼,在森林里面游荡了那么久,肯定那些头发糊涂都长得不像样子, 再加上,他们的衣服穿了那么久,早就已经熔熔烂烂了, 所以,可能当年有些人见到他们,所以很可能是当年的村民, 进来见到他们,就只为他们是野人,那才有野人狗的传说。 嗯,胡大哥这么说,我觉得也很有道理, 这里已经是原始森林的边边,向北就是大草原,那处有很多沼泽, 所以根本走不出去,向南就是大大片的原始森林,如果没有猎狗带路, 我说,就算好像我们这麽有经验的猎人,走进去之后,都不需要走得出来。 我在尸体烂静那些衣服的衣袋里面,又找到一本日记本, 里面写的全部都是日文,但是因为日文本身也有很多汉字, 虽然某些字,跟原来中国的意思已经创得很远, 但是靠着里面这些汉字似似似似似似其中的意思, 这本日记写些什么,我大概都明白了七八成的。 这本日记里面说,他们东来的关东军,被苏联军打散之后, 一个叫做井牧少座的军官,就带着剩下的一个小队的士兵, 即是大约有成二百人,走到黑风口,一座秘密的地下军事照彩里面, 准备跟赵塞其余的关东军会合,和苏联人进行最后的决战。 但是,可惜就来到了地下赵塞的时候,他们踩了一个大烟炮, 即是森林里面突然形成的沼泽。 唯一一个知道赵塞位置的士兵,和大陆的响道都跌进去死了。 于是,剩下的人就始终都找不到这个秘密赵塞的入口, 想翻出原始森林,又挡失了脑。 再加上,空信兵,连弃器材都跌进草贼里面死了。 所以,他们就只好在深山里面住了。 结果,一住就住了三十多年。 整队士兵,很多人有些病,有些自然地老死。 写到这里,后面再没有什么记载,可能写字的人自己也死亡。 原来在这个野人狗的原始森林里面, 真是有群残存下来的日本人。 怪不得,村民有时候见到野人在活动, 甚至那群进来杜姆的杜姆策, 可能也遇到这些日本兵,才被他们杀死。 既然这些地方只有死尸,没有什么其他情形。 我于是就招呼雅英,三个人一起回去挖那个古墓的地点。 我计算了方位,避开了个墓室顶顶之后, 打执向下挖下去,很快就挖到墓墙了。 这层墓墙,全部都用亨土亨实的。 所以,都不知道多么坚硬, 就算是锋利的弓兵铲,铲在上面都只是铲了几条人, 根本都没办法将它挖开。 是事由此理,想不到你们这么个鬼, 在墓墙这么硬,早知是带些炸药来好了。 老粗才是炸药的。 这层坑土,其实是用当时的宫廷秘方调制, 里面混合了糯米汁和纸料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不过,因为调和了这些东西, 所以它比现在的混凝土、水泥都重要结实得多。 这种秘方,本来北宋的皇室才有。 后来,金兵灭了北宋, 捉了两个皇帝回来。 所以,这些工艺才流传入金国的帝族手里面。 不过,这层墓墙虽然很硬, 但是也有办法破它的。 不过,我带那么多草来做什么? 来,肥仔串,一起把那种草倒下去。 虽然草的腐蝕性不是那么强, 不然我们也不可以喝,是吧? 但是,要来对付这种用秘方调制的坑土, 就很有其效。 这个就叫做一物治一物。 等那些草滲入去墓墙之后, 你再挖它, 十足十就像挖豆腐金蓉子。 好快, 里面坚硬的墓墙, 就已经被我们挖出了个大洞。 肥仔船刚刚要爬进去, 被我一手拉住它。 首先我叫阿英, 抓了几只麻雀来, 放在鳥类里面, 倒入墓墓里面, 试试里面的气, 究竟可不可以被人呼吸, 究竟有没有毒仙。 因为一般这些古墓, 起码整个墓墓里面, 都封闭了几百年。 里面那些空气, 一直都不流通。 就算没有尸气在那儿, 只是这些停滞了那么久的空气, 说不定都会成为有毒气体。 果然, 倒进去的麻雀, 过了一阵, 你再拉回鳥类上来, 那些麻雀已经死了。 于是, 我们又等了成两炷香的时间, 再捉了两只麻雀, 放在鳥类里倒进去。 你似的麻雀没事, 意思就是说, 里面那些气体, 已经被山风吹得差不多了。 我和肥仔船, 两个人, 先喝了几口烧酒, 碰了碰, 再戴口罩、 手套, 在脖子上, 又挂了大金牙, 送给我们两个魔金教卫的护身符。 再拿黑雷蹄、 糯米、 手电筒, 在腰间插着弓兵铲, 接着, 就要入古墓了。 喂, 你两个带我进去吧, 我这么大个人, 都没见过, 古墓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 这座古墓有什么好看呢? 就有一条丝, 和一些陪葬品。 都没见过。 其实, 老实跟你说, 我, 都是第一次入古墓, 再说, 你不是很害怕死人吗? 为什么现在又不害怕? 阿英的好奇心都不知多强, 看见我和肥仔船两个搞得这么神秘, 他就更加心痕了, 一定说要跟进去。 我仔细地想想, 反正这座荒山野岭, 都不用人看水。 既然是这样的, 就要给他进去参观一下。 阿英, 给你进去都可以, 但是有三条纪律, 大家一定要遵守。 第一, 进去一定要戴口罩, 而且除去回来之前, 绝对不能将他脱下来。 不单是因为, 里面的空气不够好, 更加重要的是, 一般来说, 古墓是死人住的地方, 所以, 生人的气, 绝对不能够留在古墓里头。 谁留下了自己的声气在里面, 谁就很不努力, 很不吉利。 还有, 如果一会儿见到古诗, 绝对不能够对着古诗吐气。 如果你的生人气息, 在你的死尸面上, 很可能, 就会引发私别。 这些都是摩金派, 有很多年来订下来的批准, 虽然有些迷信, 但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没有。 大家, 照着规矩去做就是了。 哎呀, 八一仔, 喂,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凹果的? 你如果不敢去, 我自己下去了, 最多到时, 你就等着数钱吧。 靠你, 你, 可能进去, 连棺材在哪儿都找不到。 好了好了, 时间都不早的了, 我们快点做事了。 顺着一头, 绑在外面一棵大树上面的长绳, 我们三个人, 远着一条绳, 终于在滑海的大树那里, 滑到进来的那座古墓里面。 这个墓室不算很大, 最多只有三十多平方左右, 分成主室, 后室, 和两边的两间二室。 这些格局, 似乎和坟墓主人生前住的地方, 大约很相似, 应该是按照他住的地方来设计。 这个坟墓主人的棺材, 就停正在主室的静中, 在旁边的陪葬坑, 有几副尸骨在那儿, 头骨都爆裂了, 好像是被人用什么重东西, 拨过头这样, 可能是用来殉葬的俘虏, 或者他的妻子妾侍等等。 但是, 我们两个都不是搞考古的, 这些东西也不空理他。 喂, 肥仔哥, 胡大哥, 你看看那墙, 还有画画在那儿。 我顺着阿英子的方向望去, 果然, 在墓墙里面, 画着一幅一幅的图画, 画里面的人文, 形象古樸, 栩栩如生。 虽然播了这么久, 但是, 那些图画的颜色, 自然非常鲜艳。 那些画, 一幅一幅, 就像连环画一样。 有些画, 画着有个人, 在森林里面打脸, 有些是在殿堂里面, 和朋友喝酒, 还有出征的场面, 有压戒着俘虏回来的场面, 最后, 有一幅是封猴的场面。 每幅画里面, 都有个个样完全一样的男人, 在此。 这个, 应该就是你座坟墓的主人。 看来, 我推断得没错, 这座果然是将军墓, 而且, 这个将军, 还立了好大功劳, 封个猴, 至少都应该是个万户猴。 可惜, 我找坏了整个墓室, 连旁边的后室, 耳室都找不到。 这个万户猴, 整个墓墓里面, 除了陶瓷的硬硬程程之外, 就只是有几副已经散散的盔甲和兵器。 难道金博人, 吴兴, 找那么多东西来陪葬的吗? 岂有此理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今次, 豈不是, 空手而回, 抹都得不到。 想到自己浪了那么多心机, 现在得到这个结果, 我的心, 都开始有点烦躁。 现在唯一的希望, 只有打开棺材了。 以前, 我听阿姨讲过, 古代的贵族, 落葬的时候, 最兴在口里, 含粒寶珠, 或者雙手拿着生前最喜欢, 最值钱的东西。 看来, 我们今次要发达, 现在唯一的希望, 就是棺材里面。 这座棺材, 用的是极品的阴沉木树心。 一破阴沉木, 由生长到成材, 至少要有几千年的时间, 这种极品, 是可遇不可求的。 在古代的时候, 一般来说, 只有皇帝, 才可以享用到, 用阴沉木做的棺材。 躺在这些棺材里面, 你的肉身又会永远不腐烂, 比那些水晶棺材更加实用, 亦更加值钱, 甚至比冰箱的保鲜功能更要好。 毕竟, 那些贵族, 有哪个希望, 自己落葬之后, 尸身会被那些虫, 慢慢地注控。 我们面前的这座棺材, 不但木料非常讲究, 而且棺材上雕的花纹, 亦都很精美。 虽然, 他可能还比不上王族的棺材这么讲究, 但是, 就我们来看, 都已经算是非常奢华了。 上面的棺材钉, 钉得非常实正, 我用弓兵铲, 转力地叫了几叫, 但是, 那棺材该, 动都不动。 老公, 你看, 我们两兄弟夹手够一起来, 人家说兄弟同心, 奇理断金。 我不信, 我们两兄弟联手, 都叫不开这个棺材盖。 来, 一, 一, 二, 三。 鲜铲盖,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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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力将来聯繫Г true Build, 整个棺材盖, 终于打开完了! 別看肥子船, 平时好像天不怕地不怕, 剛才进火墓的时候, 又爬着陷阱, 但是, 到了棺材盖打开之后, 她都紧张得, 即使瞇 clever laminar, 躲在一旁,怎麽都不敢向裏面看過去 阿英又更加緊張得全身都震了 他對手狠狠地捏住肥仔船的手臂 捏得那些指甲都幾乎陷入去 胡大哥,裏面,裏面究竟,究竟有什麽 老實說,這個時候,我自己的心都很緊張 我慢慢地靠近了棺材邊,踹低頭,向下面一望 哎呀,什麼事,什麼事,不要嚇人,不要嚇人 地底奇談小說,鬼吹凳智精絕古城 沿著天下罷唱,改編整理,郎敬,音孝合成,郭建文,陶正希 本集就播講到這說 欲知後事如何,請繼續留意下集故事 在貨슬先世心裡的行李 請周老法看企校 一清心 ister